繼續我們來關心 為了要來提關生育路 所以現在立法院 掌控協商國民二金修正 處案 現在條約立委 初步都有共識 譬如說 生育結婦 要在國民二金裡面 未來的照路是在比保險人生育 每一個生育後 可以領到一萬七千通告的生育結婦 立委表示 如果是這個 會期順利三土通過 上去每年三月就能走路 剛出席的小孩靠得很大聲 新生育的出席是整個人相對的高興 為了國內民眾生優格導播國民二金 林煩宜早上學生國民二金發的修正所案 條約立委對情和生育結婦的形容式 未來這個入行比保險人生育還是早餐 每一天可以發給一萬七千兩百八十 最少大家還是會小生一個 所以有這個補貼的話 多少還是可以有一點幫助 但可能三個月的尿布奶粉 可能就不太夠用 對啊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 可能每個月固定的一個金額 可能對我們會比較有真的幫助 提案立委黃淑英表示 現場國民二金有老年育婦 三種育婦 還有醫生育婦才的 那是國民二金的基本概念 就是要讓國民在審命中每一個特殊改單 都在那裡有保障 立委身 生育婦當然是婦女重要人生過程 所以才提案增加生育結婦 對於年輕的女孩子來講 她如果也沒有工作 然後她在家裡 她如果要等四十年以後才有給付 她可能沒有這個動機加入 今天我們加入的生育給付 反而是促成他們 要加入這個保險的一個動機 理學生之後 生育結婦版本 也會從立委必須萬一百百十天 接受到結婦的條文 以後如性 差不多突然被批來日治 該國民二金沒過之後就勝散 因為立委立相對 也沒辦法生育來結婦補充 另外委員會也會副代國議來決定 生育結婦收行日期 不可以比申辦的國民二金 通過之後八個月更慢 換一句話說 若是本會期順利三套 生育結婦最快 萬一三個以前就能夠重落 預計會有一萬名的婦女受惠 接下來 綜合報道